来来来 解释一下杨先生的事 来来来 我觉得这扣发得太深了 太深了 因为我们一再跟嫂子说 前 河南话怎么说 千万不要告诉你 千万不能告诉你老公 对 你来了 对 然后她说她憋得快憋疯了 就是不能跟你说 所以说 今天她出门的时候她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 你们俩谁先出门的 我先出门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是 你来了以后特别重要 您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关于这杨蝎子的事吧 我们确实想打听一下 现在你知道吧 因为这个杨蝎子说聊的 已经现在他们的名字都得改了 要蓄日羊口了 所以说你给他解释一下 是他不敢花这个钱 是不舍得花这个钱 还是不能花这个钱 还是你不让他花这个钱 你就大方一点 就请那么一点 我已经答应过了刚才 都说过了 清 这个嫂子 你跟旭哥结婚多长时间了 三十一年了 三十一年了 你老公对你怎么样啊 挺好 是真好吗 真好 你知不知道他在外面 也经常跟别的女孩吃饭什么的 那没事 我一直在他心里住着呢 是当面第二个人 但是我给你们讲一下幕后的故事啊 我觉着相比较而言呢 我估计刘刚在家里边吧 对媳妇可能挺厉害的 因为我们今天特别想呢 两个太太能都来 人家这就能做到 打死也不说 你媳妇就一直说 不行 我得跟刘刚说一下 要不然他万一生气怎么办呢 不行 然后说那我说一下我就去 我说不行 一定要真实 一定要真不知道 就打死没敢来 就是因为爸 你在家怎么教育的 不能吧 没准也来了 太好了 挺聪明啊 这个我觉得有可能 有可能是吧 您觉得一直在他心里住着呢 对 当年他怎么追你的呀 就是那个别人介绍了 哦 介绍的 你一眼就看上了啊 对 你当时没有觉着 他长得有点粗糙 在我心中 他永远都是白马王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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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你是活不了了 嫂子马上就活大活 这已经完了 嫂子绝对活了 对呀 这永远是白马王子 在我心里是白马王子 我看看哪有白马王子 哎呀 我的老便宜啊 我咋看见他是白马王子啊 嫂子你太可爱了 不是 你们俩相亲的那个时候 他是骑着自行车去的吗 对 哦 那他没给你送啥礼物呀 当时啊 没有 他那个啥 在那玩的 别人给他说 给你介绍个对象 他就骑车去了 嗯 他还问我 我们都不认识谁是谁 就问我 这是真国歌家吗 我说是 然后我替了一同主事 在猪家来给他们喂猪 喂猪呢 对 他进来了 那他没帮你喂呀 这怕连人说不对 你国正喂猪 他进来了 然后他没帮你喂点 没有 他问他是谁家谁家 我就说是 然后我就在那猪圈里喂猪 他就进了房子来 跟那个介绍人说话 对 然后他也没问问您啥呀 没有 就后来了就是说 就是给你介绍那个谁 你们两个到那房子里 说说话就这样 你别紧张 你老子打打手 不是我的思维突然一下就乱了 乱套了 套了 想不到吧 旭哥 旭哥是这样的 这么多年呢 您可能这个一直没发现 你们家有一宝 对 我们的记者采访过嫂子之后说 在你看谁来了这个舞台上 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嘉宾 说一具一个包袱 给我们乐的呀 你不知道你媳妇这么可爱吧 对 你早就应该让你媳妇出来 对呀 对不对 旭日阳刚之所以没有 火得成王峰那样 就是因为没让媳妇出来 知道了吧 那个时候你们刚结婚的时候 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年轻人说裸婚呢 啥都没有啊 是 天哪 这照片怎么了这是 这什么 旭哥你都不知道我们做了这么多事吧 旭哥你那是啥情况 那一年我21岁 旭哥 你我跟你说你今天表现好点 我们后面料可多着呢 你要是这羊蝎子不请 我全给他放出来 咱们敲第二个门吧 你照啥急呀 你照啥急呀 对呀 这照片没法看了 没事照片下去吧 换一张帅点的 多怀念哪 对呀 是